作为世界上最大最迁进的航空母舰 福特级的威名想必大家都听说过 2025年1月13日即将离任的美国总统拜登宣布 美国海军未来的两艘福特级航空母舰 将以前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和乔治·W·布什的名字命名 这样一来福特级的总数就达到了六艘之多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 福特级航母自诞生之日起就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 让它至今仍争议不断 那么福特级的问题解决了吗 时至今日美国的航母又发展到哪个地步了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关于福特级航母的最新资讯 福特级航母是美国海军最新一代核动力航空母舰 它的出现是为了取代服役半个世纪的尼米兹级航母 那尼米兹级大家都很熟悉 美国海军称霸大洋几十年 靠的就是以尼米兹为核心的航母战斗群 而福特级要想接下制霸四海的重任 还是得有两把刷子才行 根据美国海军的说法 比起尼米兹 福特级具有更高的作战效能 更优秀的可靠性和生存能力 不过这些冠冕堂皇的套话 听上去还是很徐无缥缈的 实际上福特级强就强在 它是美国海军近二十多年来最具创新性的舰船 而且在设计之初就考虑到了可升级性 也就是所谓的战未来 而正因为福特身上有着太多的创新 再加上时任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德尔的授意 福特级从首舰福特号开始 就引入或是预留了全部的先进子系统 而不是边造边改 分三步走慢慢装入创新子系统 这样的激进策略当然是有好处的 那就是一旦形成完全战斗力 所有的福特级都会站在同一水平线上 不会出现早提的船 缺乏关键子系统 想要再增加新功能 还要花大笔钱改装的情况 大家想必也看出来了 这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策略 虽说是一荣俱荣 一损也是俱损 再加上多个关键子系统的开发起头并件 一旦出现了技术难关 就会耽误整个工期 导致着福特级一拖再拖 勉强上马也得边用边修 给人的观感实在是有些狼狈 国会一看 我130多亿就造了个废物点心 面子上也挂不住 另外2024年下军的时候 负责建造福特级的亨廷顿英格尔斯 又爆出在建造和翻新航母的过程中 有着蓄意而为的汉凤缺陷 林林总总加起来 让福特级成为了美国海军 争议第二大的船 你问谁是第一 那当然是我们最爱的猪猪 猪母沃尔特了 好了 接下来我们先回顾一下福特级的总体设计 并且来看一看 它们都先进在哪里 到底是步子卖太大扯到了蛋 还是真的面向未来 准备从21世纪干到22世纪去 要说福特号最大特点 其实并不是它的电磁弹射 毕竟1945年电磁弹射的概念就有了 福特号最大的特点 其实是它为了未来升级 而留下了巨额的能源余量 福特级核动力航空母舰的心脏 是两座A1B反应堆 由美国最大的建筑和工程公司 比奇特尔设计开发 它比尼米兹上的A4W反应堆更高效 适应性更强 而且体积更小 重量更轻 每台A1B的总输出将在700兆瓦左右 并可以输出125兆瓦的电力 供应给船上的各种设备 总共250兆瓦的电力 比起前代尼米兹来说 足足提高了25%还要多 目前这两艘下水的福特级航母 舰上所有的子系统全开 也不过刚刚用掉了其三分之一的输出功率 那么问题来了 这么澎湃的动力 到底要用来做什么呢 实际上 即使是电磁弹射器和AnsPY6 SPY3雷达系统这种耗电大火 也是不足以让福特级输出权力的 额外多出的这些发电能力 主要是为了支持未来的定向能武器 例如激光和微波武器等等等等 这就是福特级上的第一个创新点了 虽然激光武器看上去十分的科幻 好像是某种星球大战里的场景 但实际上各国的军工企业 早在几十年前就对激光武器摸拳擦掌了 早在2009年前后 美国海军就开始实验海基激光武器 阿利伯克级驱逐舰DDG105度为号 于2012年搭载了ANSEQ3激光武器系统 用密集镇上的雷达进行目标引导 其有效射程达到了1.6公里 与密集镇的有效射程相当 通过使用激光照射目标的要害部位 例如传感器发动机等位置 激光武器系统可以在短短几秒钟内 击落小型无人机和快艇的目标 尤其是最近几年来 无人机在现代战争中的地位水涨船高 更是极大的提高了激光武器的需求 用激光打下一架无人机 仅需要花费一杯可乐的价钱 而现代战舰上最便宜的武器系统 例如密集镇开一次炮就要花费数千美元 但对于目前世界上的任何一艘船来说 要大规模部署激光武器系统 都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 原因无他 这些激光武器系统实在是太耗电了 动不动数百千瓦 甚至是几千千瓦的功率 虽然能够有效的拦截各种目标 但搭载他们的平台上 必须要有足够的电力供应才行 这就需要先进的电池和电容器 以及复杂的供电系统作为支撑 而美国目前的这几艘战舰 阿利伯克已经是垂垂捞矣 不但舰体的改装潜力已经到了极限 全舰输出功率已经用掉了90%以上 提康德洛加虽然舰体上还有位置 但也即将退役 新的DDGX还不知道要等到哪一年 目前看来最好的激光武器搭载平台 毫无疑问就是这福特级航空母舰 当然了 舰载激光武器也不是没有问题 首先它只能攻击视线内的目标 如果天气状况恶劣 激光束就会出现散射和折射等问题 激光器的有效射程和功率就会大大折扣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福特级上的另一个创新之处 就是它的电磁弹射系统 这也是福特级争议最多的地方 虽然福特级是世界上第一艘使用电磁弹射作为弹射方案的航空母舰 但它的电磁弹射器实在是问题多多 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曾经因此对电磁弹射技术大放厥词 尽管特朗普不看好电磁弹射 但事实情况是 电磁弹射绝对是未来航母的标配 与蒸汽弹射器相比 电磁弹射精度更高也更可控 成本更低 所需的维护也更少 例如在以前 有一些太轻的无人机是无法在航母上进行弹射的 因为蒸汽弹射时的速度不可控 如果硬要用蒸汽弹射 很有可能导致一些无人机在弹射过程中解体 而且蒸汽弹射器 每弹射一架战斗机 又要消耗半吨的蒸汽 这是非常消耗燃料和能量的一件事 而且蒸汽弹射器的结构更复杂 有着大量的机械 气动和液压装置和子系统 增加了船只的吨位 占掉了不少宝贵的内部空间 而对于电磁弹射来说 它所使用的唯一动力就是电力 它可以在45秒内 完成从充电到开始弹射的全部过程 这里有一个经常被提起的问题 那就是福特级上的电磁弹射系统 在可靠性方面十分的不尽如人意 2022年6月的一份报告指出 美国海军还在继续努力提高 电磁弹射系统的可靠性 以满足其快速部署飞机的要求 该报告还指出 美国海军预计电磁弹射系统 和先进缆组装置 要到2030年代 才能达到其可靠性目标 关于电磁弹射之争 以及最新的进展 我们后面具体说到福特号的时候 再进行详细解释 接下来我们先来看看 另一个重要的子系统 和电磁弹射装置配套出现的 先进缆组装置 从设计的角度来说 电磁弹射装置可以帮助飞机 更快的升空 而先进缆组装置系统 则使福特级能够高效的回收舰载机 相较于尼米兹级上面的马克奇缆组系统 这套先进缆组装置 有着更强的控制能力 能够减少舰载机着舰时 对航母甲板的冲击 而且自动化程度更高 所需的维护和操作人力更少 和电磁弹射装置相似的是 这套缆组系统 同样使用了电磁铁 来为着陆飞机减速 而不是马克奇的液压系统 和电磁弹射装置更相似的是 虽然理论上来说 电磁驱动的先进缆组装置 在可靠性和安全性等方面 比传统的液压回收要更好 但它们同样存在许多问题 尤其是在可靠性方面 和电磁弹射 那算是难兄难弟了 我们同样放在后面来说 福特号上 另一个创新性的子系统 就是先进武器升降机 在美国航母的历史上 首次将弹药库和机库隔离开来 大大提升了航母的安全性 减少了训报的可能 这个武器升降机直直通甲板的设计 其实来自于1945年 当时艾塞克斯级航空母舰 富兰克林号 靠近了日本本周到南端 对武港进行了空袭 但一架混星舰 避开了富兰克林号的对空搜索雷达 投下了两枚半穿甲炸弹 这两枚炸弹穿透了甲板 砸进了富兰克林号的机库当中 燃烧的火焰和爆炸 点燃了机库甲板里的飞机和弹药 飞机上挂着的小地母火箭弹被引燃 在富兰克林号的机库内上下翻飞 几乎整个摧毁了富兰克林号的机库 富兰克林号上幸存下来的水兵 在和福特级项目主管开会的时候 字面意思上的跪求项目主管 塔尔曼维尔千万别把炸弹放机库里 福特号航母在设计时 针对这一情况做出了改进 让武器升降机直通船底的弹药库 避免了封闭空间内弹药训报的情况 此外由于福特级的弹药转运 主要利用了有闲的外漂空间 极大的降低了对机库和飞行甲板座椅的干扰 也使弹药转运少占空间 同时武器转运路线也得到优化 尼米兹级的平均弹药转运距离是373米 而福特级则降低到了118米 先进武器升降机的改进和空间的优化 使得福特级的弹药库容量增加了70% 再加上自动化优化速度优化和载重提升等 预计福特级航母的每日出动架子 会比尼米兹级多出40架 然而先进武器升降机也面临着和前面两个子系统同样的问题 在2019年的时候 福特号航母上的11部先进武器升降机 只有两部能用 也就是说截止到2020年 福特级还是一个空壳子 那么五年时间过去了 这几艘福特级今天怎么样了呢 我们下面就一起来看看他们现在的情况 2007年CVN78被命名为杰拉尔德阿福特号 于2008财年采购 2017年7月22日该建正式投入使用 并于2021年12月实现了初始作战能力 该船的最终采购成本为133亿美元 通过上面我们的讨论 大家不难想象福特号的首次部署 自然是不出意外的出了意外 因需要完成舰上武器升降机的布置 并纠正船上的其他技术问题 该舰的首次部署被推迟到了2022年10月 而距离该船投入使用已经过去了5年的时间 2023年5月 福特号首次进行完整战斗部署 标志着它终于形成了正经的战斗力 能够独挡一面了 而福特号的妹妹CVN79 于2011年5月29日被命名为约翰F肯尼迪 并于2015年正式动工 该舰的采购成本为129亿美元 2024年2月 亨廷顿英格尔斯造船厂和海军 开始对它进行竞载测试 并完成了弹射器的测试 预计于2025年中旬交付 而CVN80则于2012年12月1日 继承了美国海军最伟大的那个名字 企业号 根据美国海军的估计 该舰的采购成本约137亿美元 根据2024年3月向国会提交的报告 企业号的预定交付日期为2029年9月 CVN81于2020年1月20日被命名为多里斯米勒号 这个名字来自于珍珠港的英雄多里斯米勒 当时他是西服吉尼亚号上的一名厨师 在珍珠港事件时没有受过任何武器训练的他 凭借脑海中的印象 冲上甲板操作.50机枪 打下至少一架日本飞机 事后海军上将尼米兹在7号的甲板上 亲自授予了多里斯米勒海军十字勋章 接下来就是视频开头 我们提到的2025年1月13日 拜登宣布了另外两艘福特级的采购决定 克林顿和布什的名字命名 按照最初的设想 这福特级应该一共采购五艘 现在采购了六艘 其实就可以说明 国会已经相信 福特级可以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 并且形成足够强大的战斗力 来维持美国海军的11艘航母的规模 2023年3月2日 CVN78福特号 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综合训练单元演习 这是CVN78首次进行高强度的战斗演习 综合训练单元演习期限 福特号总共执行了1600次拦阻着陆 整个2023年福特号执行的飞行任务次数 几乎和前五年的飞行次数加起来一样多 全年共进行了9266次拦截着陆 此时关于CVN78的电磁弹射系统 和拦阻系统的有效性 但美国国会报告也指出 CVN78的电磁弹射系统 和先进拦阻系统的可靠性 仍然对福特号的出动效率产生了不利影响 尽管如此 福特号在同年五月份首次进行完整战斗部署 足以说明它已经具备了战斗能力 只是需要进一步改进罢了 至于先进武器升降机那一块 虽然已经满足了作战要求 但仍然没有达到美国海军设立的 99.7%的作战可用性要求 另外在综合训练单元演习期间 升降机并不是全速运转的 这对福特号的弹药转运自然存在着一些不利的影响 另外我们前面也说到了 福特级内部采用了高度的自动化设备 成员配备比尼米兹级航母减少了500人之多 但根据综合训练单元演习期间的估算 如果每个战斗单位都达到100%满员 福特号上就会短缺159张床位 显然这会影响水手们在船上的生活质量 要知道睡得好才能形成战斗力 虽然我们可以确信 福特级不会是赤城家和那样的杀人常物 但对居住条件的改进 也是必须要进行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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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